画面中这个女人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可在怀孕期间 她依然坚持去夜店跳舞 丈夫得知后暴跳如雷 可更令她无法忍受的是 妻子背后隐瞒的职业 曾女士一脸委屈地坐在记者面前 她说自己下腹时常流血 而丈夫却不问不问 前几天她和母亲找到婆家 跪着求了好久才要到五千元的医疗费 这样的冷漠态度让她心灰意冷 话说到一半 婆婆突然来到了病房 面对儿媳的指责 她眼含泪光 自儿媳入院以来 她与儿子几乎没日没夜地守候 言语间透露着无奈与委屈 婆婆也承认 家庭的困境不能全归就于儿媳 自家儿子确实有点不争气 在医院走廊里 记者找到了刘先生 她却对妻子的指控感到震惊与不解 就在这时 医院通知曾女士可以出院了 刘先生默默接过行李 将妻子带回了家 一进门 曾女士就提出了离婚 控诉丈夫年过35人碌碌无为 全家的开销几乎全靠她一人支撑 婆婆在一旁焦急劝解 希望儿子也能有所担当 刘先生没有反驳 坦诚自己婚后一直依赖妻子与岳父母家 正因如此 妻子入院时她才囊中羞涩 可以看到 曾女士虽然已经39岁了 但皮肤白嫩细腻 看起来气质非凡 一点都不像结过两次婚的女人 据她表示自己常吃为英丽美素 紧接着 妻子又抱出丈夫曾经装病向家里骗钱 眼看自己老底被揭穿 丈夫恼羞成怒夺门而出 记者紧随刘先生的步伐 直到一处隐蔽的角落 他才缓缓倒出心中的苦水 刘先生表示 家里总有陌生男人到访 而且次次来的人都不一样 他打开手机 向记者展示了妻子与他人的聊天记录 字里行间透露着不寻常 紧接着刘先生展示了一组照片 照片中的曾女士身着性感 在夜店灯火阑珊中穿梭 这份放纵与身为孕妇的身份格格不入 也是他心中不满的根源之一 谈及妻子的职业 刘先生神色复杂 他说妻子表面上是群众演员 实则私下里涉足公关领域 虽然妻子的收入可观 但刘先生始终觉得这份职业不够体面 刘先生坦诚 他们的婚姻起初就带着几分利益 为了家中征收能获得更多不偿 两人相识 不过三个月便匆匆领证结婚 甚至不惜通过试管婴儿来延续血脉 而曾女士的过去同样不简单 他曾有一段婚姻 对方同样是征收户 如今所住的地方也是前夫赠予的房产 妻子的消费观念更是让他难以沟通 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社交活动 都让他感到格格不入 婚后经济重担几乎全由曾女士一间挑起 两人为此争执不断 记者踏入曾女士的家 眼前的景象印证了刘先生所言非絮 但是一套写真集就耗资两万元 仓库里衣服鞋子堆积如山 阳台上更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包包 这些都是曾女士努力与成就的象征 也是她的骄傲 曾女士表示 自己每月的收入少子两万 多则可达七八万 但她的消费观却如月光族一样 赚多少变化多少 自怀孕后 她更是雄心勃勃地创立了一家传媒公司 致力于模特 礼以及电影投资等领域 谈及这份事业 她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对于丈夫关于她代异性一起回家的疑虑 她轻描淡写地解释为工作所需 至于夜店跳舞 则全因夫妻争执后的情绪释放 为了腹中的小生命 记者劝她好好珍惜这段婚姻 与丈夫深入沟通 这份建议她也接受了 然而这事意外又发生了 婆婆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她 当她想出门透气 婆婆总是第一个上前搀扶 二人离开后 一位病友私下向记者倾诉 直言曾女士性情急躁 常常责骂自己的婆婆 扰得病房不得安宁 那么作为长辈的婆婆 为何要一直忍受呢 记者转而访问婆婆 提到自己的儿子 她仿佛操碎了心 因为老家房屋面临征收 所以婆婆一直希望儿子能早点结婚 为此她给儿子介绍了两次相亲 但全因为儿子对长相挑剔而告终 如今第三次好不容易给儿子找了个漂亮的 本以为今后小两口能好好过日子 起料儿子又开始猜忌儿媳的职业 搅在家里不得安宁 不久后 曾女士的母亲匆匆赶来 看着女儿委屈地直掉眼泪 她的心中五味杂陈 她深知女儿从小争强好胜 却也希望她能珍惜这段婚姻 并劝说女婿担当起家庭重任 一起共度难关 在记者的促成下 夫妻俩最终达成协议 曾女士需控制情绪 安心养胎 不再出入娱乐场所 刘先生则承诺会承担家庭经济 每月给予妻子一千元生活费 并实行三个月的试婚 以此重建感情 这份协议虽显生影 却也寄托了对他们未来的美好祈愿 来 来 来